中文字幕——YK 由我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有一个官问耶稣说 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 诫命你是晓得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 耶稣听见了就说 你还缺少一件 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 因为他很富足 耶稣看见他就说 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 骆驼穿过真的眼 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听见的人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说 在人所不能的是 在神却能 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 我们要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来思想一个主题 也是这一段经文当中 耶稣所说的那一句话 那句话就是 在人所不能的是 在神却能 在其他的经文 平行的经文是 在神凡事都能 我想是同样的意思 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因着耶稣说了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们就好想要把耶稣的这样一个应许 或者这样子 耶稣的一个好像对我们的一个好像恩典 我们就把它拿来应用 原来人所不能做的事情 可是神可以 所以只要我做不到的事情 我想要做的 我就一律拿到上帝面前 拿到耶稣面前 他都有能力可以帮我做 我想在概念上是没有错的 可是在更深入的一些的细节 来理解耶稣为什么说这一句话的一个背景 我们就可以明白 刚刚的那样子的一个推断 它并不是太完全 首先我们要进到这一段经文当中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首先是有一个官来问耶稣 其实当时的那个时候的人 都很喜欢来问耶稣 不论是他是为了试探 还是真的想要虚心的求教耶稣 记得在第十章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 他问的问题也是同样 他问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而这一个人有一个官 这个官来问耶稣 可是经文当中 路加并没有说他是要试探耶稣 可是他的问题 其实跟那样子的一个律法师 其实是同样的 他的问题是说良善的夫子 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不论是夫子或者是良善的夫子 这两个人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着永生 翻作现在的话就是 我应当遵守什么才能够得着救恩 很多时候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问题 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不是 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 而是律法告诉我们了该做什么的时候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很明白很仔细的去思想 或者去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很难透过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 或者再更精确一点 我们很难能够完全的遵行律法 因为如果我要守摩西的律法 才可以得到上帝所要给我们 那最好的礼物就是永生 那我要说从古到今 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遵守律法 你说什么 那黄牧师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靠着遵守律法得着永生 这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是的 我就是要告诉你 耶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情 而耶稣只是用了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方式 他按照这个人所问的问题来回答他 因为这个人生命当中所想的 就是我透过遵行律法 得着上帝所要给我的 那最好的礼物就是永生 耶稣说 如果你的想法 你的逻辑是要靠什么 要靠做什么而得到什么的话 那耶稣说 我告诉你 他说 你应当要再做一些事情 而那些事情是什么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然后耶稣就 首先就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 除了神以外 没有良善的 耶稣是要告诉这个人 是说 在你面前 你知道我是神吗 然后耶稣继续的问他说 那诫命你是晓得的 耶稣等于是回答他 那该做什么呢 诫命你知道 耶稣从十戒里面的六七八九十 讲到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然后当孝顺父母 耶稣说 那你就去做这些事情嘛 爱神 如果你觉得你已经爱了神 如果你已经觉得 你当做的都做了 耶稣说 那十戒的后面 六七八九十 讲的就是这一些啊 可是这一个人怎么说 他很骄傲哦 他说 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 简单来讲 我早就知道这些事情了 而且我就已经做了 所以这个人呢 其实他好像 来到耶稣的面前 虽然他没有要试探耶稣 可是其实也是 有一点这个味道 但明明来到耶稣的面前说 那我应当要做什么事嘛 然后耶稣告诉他的 如果你是要做这些 按照律法的要求 去完成十戒的这些命令 他又告诉耶稣说 我从小就已经遵守了 耶稣就用他的这样子的一个 想法跟概念 透过所行的 得到上帝的恩典的概念 耶稣说 好 那如果站在你面前的是那位神 那我告诉你了 他就说 那你还缺少一件 耶稣告诉他说 那你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 然后你还要来怎么样 跟从我 你说耶稣给他出了一个难题 没错 如果遵守律法 而得到上帝的救恩 这在你的生命当中 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耶稣会继续把这个命题 继续延续下去 如果你觉得你都已经遵守 那还有一件 就是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 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 这一段经文说 那个官就忧愁 因为他很什么 富足 简单的来说 他可以满足律法 所有的一切的要求 他可以满足上帝 对于这一些 遵循律法人的命令吗 没有办法 所以耶稣看见 他就说了一个评语 他说 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 的确 如果我们的生命 要依靠你所做的事情 来得到永生 来进天国 那耶稣就直接说 很难 因为财主进天国 不是依靠钱财 而到底进天国 依靠的是什么 后面讲了一个小小的比喻 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 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 简单来讲 骆驼 一只那么大的 高大的骆驼 要穿过 缝衣服 绣衣服的 这个绣线的 那个针的眼 容易吗 各位弟兄姐妹 那么大的骆驼 有可能穿过 这个针的眼吗 不可能的事情 耶稣说 如果财主 你想要依靠你的钱财 进神的国 那一样 那骆驼穿过针的眼 还相对容易一点 很多的解经家在这一段 就想办法要把那个针的眼 那个洞把它放大 说这个针的眼 讲的不是真的是绣花针 那个针的眼 可能讲的是城墙上的那个洞 或者是这个骆驼 也不是真的那么大 它可能是另外的一个字 可能指的是其他的动物 我想不论是其他的动物 或者是其他的洞 简单来讲 耶稣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没有办法以靠遵行律法而进神的国 因为要得着要进神的国 不是靠你所做的 是靠神所做的 这就是最后面的这一句话 因为所有的人说 那这样谁能得救呢 没错 如果你我的生命 要得着神所赐给人 最好的礼物就是永生 是要透过你所做的话 那我要说 没有人能够得救 这世上没有人能够靠自己所做的得救 包含钱财 包含权势 包含地位 没有人可以倚靠这一些得救 那你说 那我要怎么得救 我今天为什么可以得救呢 其实是因为上帝的工作 因为在人不能得救 你要靠着人的力量 你救世不成 而你要得救是在神却能 你可以得着这救恩 完全是因为上帝主动 施恩在你的生命当中 在你还在犯罪的时候 在你没有办法完全遵行律法的时候 在你对你自己失望的时候 甚至对这个世界失望的时候 是耶稣主动的来找你 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然后向你启示他自己 然后为你定在十字架上 而你有一天你决定了 你要认识他了 而耶稣就把这样一个永生赏赐 在你的生命当中 各位兄姐妹 这段经文看起来复杂 可是你只要你的念头一转 你就完全明白这段经文 这个少年人的官 或者在指之前的那个律法师问的 其实都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耶稣一直要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倚靠所做的得着永生的话 我要说 我们所有的人包括你我 我们今天一点盼望都没有 我们没有办法完成律法的教导 律法所说的一件事情 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做 甚至连遵行上帝的旨意来跟从主 我们都没有办法 我们连跟从主 连相信耶稣都需要上帝的帮助 所以我们为何能得到永生呢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上帝的爱 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 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 我们很多时候 即使我们信了耶稣 你每天还是在按照着你所遵行的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然后来换取你在信仰当中的安全感 当你今天灵修了 很好 你觉得神与你同在 可是当你今天没有灵修了 你犯罪了 当你今天说了一个谎话了 或者你今天讨厌一个人了 你恨一个人了 你就会发现 你好像失去救恩 甚至对于那个永生的盼望 你也不是那么的确定 各位弟兄姐妹 既然上帝给我们这个恩典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是白白的给我们 所以你也不会因为做了什么 而失去这恩典 而这一切都根源于耶稣基督的救恩 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我们今天明白 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在神所不能的 在人所不能的 在神却难 我再说一次 在人所不能的 在神却难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如果我们要靠着自己所做的 得到你所给我们的那一切的恩典 与做神儿女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主 谢谢你 你透过耶稣的教导 对我们当头伴合 让我们明白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骆驼穿过针的眼 都还容易一点 主 你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 来到你的面前 是因为你的恩典 而继续能够得到这恩典 也是因为你的恩典 主 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 唯独恩典 成为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个记号 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祷告奉耶稣